我在這邊是非常持平的來說 因為修正選罷法第73條 我在2012年就提過了 可是很遺憾的民進黨當時也沒支持 國民黨當然也沒支持 但是這一次 馬上民進黨就提出來說要逮捕 然後逮捕的狀況呢 是由第三名跟第四名 只要是第四名的有一半 就可以逮捕上來 那副主委我想請問一下 萬一 萬一以後 我們不說是不是民進黨 也希望這一屆就開始 萬一下一屆 這個逮捕的第四名 他的票數並沒有超過一半 那麼我們是不是又不能夠逮捕了呢 又沒有人了呢 所以我認為 我們如果要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73條有關原住民的部分 我覺得補選是合乎憲法 合乎憲法 那地補呢 根本不會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認為今天如果說 我們主席要處理這件 這個案子的話 我希望能夠也讓我們原住民的鄉親們 有一個充分討論的空間 否則的話 520還沒上來 我今天呢 事實上臉書已經被非常多的我們的族人貼爆了 他是說 講白一點就是說就是 某人的條款 那麼我相信民進黨也不願意被我們原住民的族人貼上這個標籤 那麼要地補也好 要補選也好 因為其實在這邊表決的話 我相信民進黨一定會通過 但是如果要通過 本席要建議 是不是不要由這一屆開始 如果這一屆開始的話 的確是會讓大家聯想 非常的粗暴 就是說民進黨在520還沒有上任 就用這麼粗暴的方式對待原住民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因為你用地補的話 事實上原住民的服務員這麼遼闊 然後呢 每一次都講說是用選舉的成本來考量原住民 都是用金錢的成本 可是如果用金錢的成本來考量的話 我們還有其他人的參政權呢 他也有選舉權憲法保障啊 那所以我的認為如果免於大家在這邊討論 或者是為某個人量身訂做 我不管今天的表決是地補通過 還是補選通過 我都覺得應該是要從下一屆開始 但是本席還是堅持 我也用親民黨團呢 我們送案子上來 也就是73條 我們認為是應該要用選舉的部分 好嗎 然後呢 最後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的缺額補選 從第十屆的立法委員試用之 我相信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會免於原住民地區我們的族人 他覺得他的參政權是被剝奪的 如果用地補的話 好不好 主委 委員長副主委您的看法呢 你們能打開一下 講說尊重大院的決定 你們能表示一下 因為你是我們原住民行政 行政首長應該算是第二大的 第一大是主委你是第二大的 你能不能夠代表我們的族人在這邊發表你個人 或者是你對於我們的族人的了解 以及選舉 應該憲法賦予每一個人有參政權的這樣子的一個 議員 好啦你如果是代表排灣族的簡東名好了 我們講白一點 排灣族的鄉親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尊重爾維呢 意見 好不好 排灣族的族人會 情何以堪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民進黨提出來這個補選 或者是地補 我都覺得不應該是從這一屆開始 我希望兩黨你們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一個沒有任何政黨色彩的我 還有從2012年其實我就已經提出了這個條文的修正 那如果今天民進黨在多數的狀況之下 就這樣子強暴了原住民的參政權的話 這一屆的參政權的話 我覺得是起起不可為啦 好不好 謝謝 我希望這個趙偉 還有在場的民進黨的朋友 能夠聽一下我的建議 那麼我相信呢 我今天建議是非常中肯的 那我當然是希望是用補選的方式 因為原住民 就因為原住民的遼闊 所以呢 我們更應該讓原住民的很多的族人 他有被選舉的權利 參政的權利 而不是用地補的方式 好嗎 以上是我今天的看法 希望民進黨的朋友還有趙偉能夠支持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不在場 這個廖國棟委員 來 8加2 好 主席各位委員 我們請中選會 好 中選會 那個劉主委 李彥秀委員好 今天的議題啊 有關原住民大概就是這兩條 一個就是移轉投票 另外一個就是是不是地補 還是要補選的這個相關的議題 那麼關於地補這個部分 確實每個人的觀點不一樣 可能因為原住民 你知道現在原住民有幾個族群嗎 16 OK 16個族群 各族群有各族群的利益 坦白講是這樣 那在思考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同意剛剛金松美委員所說的 必須要更廣泛的來討論這件事情 更廣泛的來討論 憲法上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保障原住民的參政 這個參與政治的一個權利 所以它是一個面向非常廣的一個議題 今天的兩個議題都涵蓋在裡面 都涵蓋在這個政治參與 這個憲法保障的政治參與的這個 精神跟內容 都是涵蓋在裡面的 所以我有一個想法 如果今天這個議題 強制被通過 假設了 恐怕會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不管是剛剛高金委員所講的 要有針對性 或者是 為什麼以前不過現在才要過 是某些人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等等的一個抨擊 有沒有想過 專對原住民的政治參與 廣泛的來討論一下 用公聽會的方式來談 你有需要嗎 不是這個部分 我想應該 我們尊重啦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辦 但是 要請哪些原住民來聽呢 來參加參與 這些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 我想那個 剛剛委員提到的這個問題 其實早上其實也有委員提起 我覺得另外一個 增結的所在其實是選區的劃分 因為不管是山園或是平原 就是變成複數選區 這個事情應該是當初要修憲的時候 沒有成功達成那個花園選區 用這樣一個協議 如果當時是達成這個協議的話 那出去是當然補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複雜度蠻高的 當時我參與類似的修憲 民國95年的修憲 簡單講 當時為什麼沒有達成單一選區 理由 還是各個黨的這個 敬核 就是說當時呢 親民黨反對 民進黨也反對 那是國民黨的提案 但是兩個黨都分別反對 理由很簡單 因為如果真的是 要稅行單一選區 那這三個習氏都是國民黨的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協商的時候 就退讓了 我們執政的國民黨就退讓了 不是我們執政 好像民進黨執政的時期 我們就退讓了 就讓這個 目前的複雜選區繼續存在 其實對我們而言 是非常殘酷的一個選區的一個規劃 因為我們的選區就是一個全國 跟總統一樣的一個選區 那個精神 體力 花費 財力 物力等等 這無法想像的多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能夠談 有沒有可能讓原住民再翻一次 再修憲一次變成單一選區 你的看法呢 這個層次的問題不是中選會 或是說你的看法嗎 我不是說你主委的職權不是 如果大家覺得那個是可以走的方向 我覺得修憲是應該的 對 所以我們應該 今天我們在談這個的時候 是同時在想這個單一選區 我個人一直在想 是不是變成一個單一選區 會更單純一點 那我的話到這裡為止了 我現在跟你談 我的提案 這個移轉投票 不在籍投票的這個部分 從過去我們一直在提議 希望把這個不在籍投票 能夠透過制定這個法律 能夠得以去執行 當然還是政黨各有思考 各有思考就一直沒有完成 但是今天我們再回頭在談 整個原住民的參政條件 參政的機會的保障的時候 不在籍投票 事實上可以從原住民全國選舉 全國的選舉來適用 比如說立法委員的選舉 總統的選舉這個部分 對於原住民 那個參政的 那個投票權 那個參政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早上也講過 我們看過過去的這個 原住民的投票率 跟一般的這個投票率 大概相差12% 不論是2004年也好 2012年也是一樣 都相差了10%以上 所以有很多的選民 一直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他就不能投票呢 怎麼會被剝奪他的投票權呢 所以我們今天在提這個 不在籍投票 這是移轉投票的時候 我希望中選會 能夠多思考 到現在為止 我不曉得中選會的態度 怎麼樣 我們其實在報告裡面 講得很清楚 就是全國性的選舉 因為原住民的選區 是全國一個選區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支持的 OK 那內政部 好你請 內政部的看法呢 委員你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內政部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只要在中選會的這個 實務上他可以執行 對於原住民的立法委員的部分 我們是贊成的 那至於地方的選舉的話 可能在中選會的這個 實務上的操作 可能還是困難蠻多的 所以這個我們也會 按照這個中選會 他們所提的這個意見 可能這個部分還要再多加思考 他就支持了 你還要思考什麼 地方選舉 地方選舉 我們也沒有要推動地方選舉 立法委員他應該是全國的選舉 所以我們是贊成的 只要他們在實務上的這個操作 沒有什麼樣的困難的話 我們是可以 OK 那那個主委 是不是實務上有什麼困難 也沒有困難 OK 那我們今天 如果照相關的主管單位 包括中選會 內政部 我想圓明會不會有意見吧 有沒有意見 那我們希望這個能夠 依照本席所提的 當然如果需要再做文字修正 我個人都同意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各黨都能夠支持這個方案 謝謝 好 接下來賴世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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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場 陳寅委員 時間8加2 謝謝 請中選會主委 來 那個劉主委 陳委好 主委好,我想從這個不在籍投票開始講起 我剛剛在下面聽,我看來各個部會都對這個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你們執行上也沒有問題 基礎上我們可以處理 那本席再請教你,就是說既然大家都沒有問題又可以執行的話 請問這個不在籍投票最快什麼時候可以實施 如果修法的話,我想應該順利的話 下一屆立委就可以出來